社會各界高度的關注 所以我難以理解 主席說這件事是不重要 或者不迫切 我認為主席今次的裁決 是荒謬 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期望 事件的重要 我認為應該在立法會 提出我們最高的關注 和最大的譴責 但是梁君彥主席 偏偏剝奪了 我們立法會討論的權利 我對梁君彥的裁決 是表示極度遺憾 香港記者 在大陸被人打 被人抓 被人鎖 已經是一個變態的常態 就因為是常態 似乎梁君彥就認為 你講而已 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下次再講都不要緊 這個他是完全不理解 在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香港新聞界 應該受到最基本的保障 大家完全能夠想像的 下次輪到你去大陸採訪 什麼時候輪到我被人打 是個頭流血 是頭破血流 這一筆你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製造一種恐慌 下次去大陸哪裏採訪都好 任何人不知道有沒有穿制服 他隨時都可以打你一身 然後又說道歉搞錯 不算 有沒有賠償有沒有什麼 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一套採訪的經驗 香港政府就真的要快快脆脆 在這方面幫到我們 許智峰所提出的 就是想在由立法這個層面 你是叫給點壓力給政府 你快點做點事 就不要明天又來多一宗 後天又來多一宗 請問我 今天在四天以來 第二次的記者被打 其實今早張建宗和聶德權 都分別作出一些軟弱無力的回應 看到政府已經預備了回應 而立法會是有必要為這些 全香港市民都覺得嚴重 和是違反我們一路保障新聞自由的做法 梁君彥一次又一次 將這些在立法會應該討論的事 拒絕了 其實有兩個事實 第一就是再一次 是幫政府掩飾一些 他們認為尷尬的事情 第二 他是沒有盡到 香港人對於立法會的期望 市民對立法會和立法會的辯論有期望 而官員亦都預備了去回應 這個是一些所有 在立法會討論的 已經預備好的一些條件 他這樣的做法 是絕對和香港人作對的 有個補充 就是就著這件事件 今早我們也寫了信給林鄭月娥 在這件事上面 林鄭是應該要開聲的 因為特區政府 是要就著香港記者 是在內地這一類的採訪的時間 他們的人身安全 是要去發聲 但是很可惜 到現在我們只是聽到 我們聯繫了港澳辦 這一類的回應 其實近日已經是接二連三 香港的記者在內地採訪的時間 遭遇這些事件 我們不相信這一次又是老百姓 所以這一次其實 林鄭如果是關注香港記者 尤其是他們的人身安全的話 林鄭應該要回應事件 還有是要去追究究竟這件事 為什麼會牽涉暴力 還有我們是相當擔心 又要搜購 又有受傷 又出血 這麼嚴重的情況 到現在還在受公安一個嚴密的監察之下 一個這樣的狀態 這個是相當不理想的 所以特區政府要作出回應 好 我補充多一句 剛才在裁決之前 主席是有跟我討論的 他提到其實官員已經出來 回應了 也都是司長已經進行跟進 所以那裏已經可以做了 我們在這裏就沒有討論的必要 我覺得這種說法是荒謬 政府官員 當然他有自己的跟進的方法 但是立法會 我們就是有自己的權力 還有我們有自己的獨立性 我們更加應該在立法會裏面 要一些官員講 去用什麼的力度去跟進 哪個官員 和哪個內地的官員 在接觸中 以及接觸家屬的情況是怎樣 這些我們都是需要透過一個辯論 來提出的 所以既然這件事件已經去到流血 已經去到武力 人身安全的地步 亦都是令到香港的新聞自由 採訪自由 我們的記者去到內地都不能採訪的情況下 都可以說是不迫切 不重要嗎 所以我對主席的裁決是非常遺憾 我不單是違憾 我是要譴責梁軍營 有這樣的一個裁決出來 尤其是許智峯已經寫好 說有這樣的動議措辭 我們立法會應該是公開透明地討論事件 他召喚許智峯進去 然後跟他以為密密針 這個是不能接受 你有事就公開講 就說這件事是如此者般 但是如果大家看清楚或者見清楚 只能說梁軍營的說法 這首他就承認 記者在大陸被打 是很迫切的 大家很關心的 那一頭就說不趕 不迫切 這是甚麼裁決 謝謝他 謝謝 我相信 Andrew Leung的法律是完全不理想的 他说,当军团队的军团在中国的军团 当军团队的军团,他们被冲撕,他们被冲撕。 他说,他能够说,这事件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是完全不理解 我们对他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Ledge Code上有这样的谈论 您可以在其他的场合去议论吗 他不要做议员 他不要做议员 很多场合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去学校演讲 这里开个论坛等等 那你来立法会做什么 那么辛苦选入来做什么 我们是代以示来的 所以它是这些废话来的 记者的人身自由 我们的采访自由 一刻少了 我们都是很大的损失 怎样可以还等下一次呢 我完全难以理解 作为立法会主席 说这些说话是不知所谓的 如果立法会不是辩论这些 议员和公众关心的事情 是要收拾或换在其他地方说的 那就请他不要做议员 更加不要做立法会主席 给一个有负责任 是真的要为市民的人去做 其实所有议题都是在其他场合跟进的 这是废话来的 好